最近在政經界 人們希望政府全面撤 看經民聯提出六大建議 我現在這樣說回自己的意見 戴上頭批 純粹是我的意見 按吹水地交流一下 經民聯的第一個建議就是 全面撤銷所有辣椒 法一的稅債人 在我角度政府應該幫那些人 是幫香港人 而且是首次置業的香港人 現在就多了一個人才計劃 變成香港人用一個鮮麵後精的形式 是非常有效的 既可以綁定資金 又可以綁定人材 如果綁不到 政府可以撤回稅收的差額 其實是不錯的 如果你真的全面撤掉它 另一個角度是代表了 香港政府對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沒有什麼信心 你看看新加坡真的很有勇氣 60%外內稅 幾夠膽 香港政府為什麼不夠膽 因為它沒有信心 還有現在香港的樓市是在下跌 而新加坡樓市上年是升了13% 為什麼同樣都是亞洲四小路 人家會升 香港會跌呢 最大原因就是 新加坡那邊 九成是房屋 一成是私樓 基本上這班私樓被人炒爆了 對全新加坡樓市的影響很明顯 但是香港不是 香港五成是私樓 五成是公屋 那是很難控制 那一個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在公營市場那裡再做了一點點 之後它控制私樓市場就會更加有力 第二點 質問電話要減免40歲 或以下港人首次自業的印花稅 解決那個自業難題 然後還留本地的人藏 看到這裏我最有興趣想問 為什麼是40歲 50歲不行 60歲不行 二零其次人 在我那裡 40歲就可以剪掉了 政府應該幫港人首次自業的印花稅 本來沒有想過買樓的人 有機會透過減免 去共振入一班牆 你賺我的便宜 最大可能就是 多了一些富剛 武剛 利用一些兒子女女的名字 去買樓的人 給你點鼓掌 這三個就提高了工商貨安傑的成數 這個我贊同 現時香港營商環境有點困難 如果它有能力可以借多一點 對生意酒主來說有好處 現時非住宅那邊 可以借名證物 政府應該容許它可以借到七成 比較一個合理的比例 好像它自己買回自己的工廠 或者寫字樓 都幫到一些經營者 去省幫他們租金生活 第四點就適當放寬 住宅按揭成數 我自己買的第一層樓 都說是400萬 如果一個人可以不買 1000萬的樓 可以借到九成 真的很厲害 它要有9萬 夜月收入 其實真是非常非常好 再放寬 放寬到2000萬借九成 那些人 基本上不需要你放寬 未必會借到九成 所以這一點其實沒什麼必要 我從來沒碰過錢 我對錢沒有興趣 放寬到1000萬OK的 超過1000萬 它自己儲錢的能力 都應該挺快的 都不需要政府光 多說一些小市民 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傑富製噴贏 怎樣?我幫我發 第五個就是實施商櫃制 這件事我贊同 學回新加坡一個座屋 一個是私人樓市場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工程 民族可以朝這個方向去推政府去做 不過它如果做的話 有一點違反過它想托市這個原意 因為你多了一些公營房屋 就是多了一些房屋供應 這樣會推低樓市 但是長遠來說 對香港整個房屋市場的健康 第六點就是完善的投資移民計劃 現時香港的投資移民計劃 就3000萬 不可以涉及住宅 它就希望包住宅 在我角度就挺好的 香港政府希望投資移民計劃 這個效果就是吸引一大批資金 過來香港投資 但不是投資在房屋市場 而是投資在經商環境 或者創造其他職業 令朋友公開 令經濟恢復得這麼快 到時房屋市場都會很快 反而沒有必要把錢由商變成一個住宅 我做一個投資移民計劃 我在香港買一層樓 完成一個收租樓 叫市民去幫他供樓 本身出來的效益不厚大 我覺得最終 政府要做的就是 背負營商環境 進去經濟 引到一大批想在香港投資的人財 到時會有住屋需求 這樣回樓市場 何必人有天 還有香港政府零年推出的人財計劃 或者是砍欄 我覺得是相當有限 檢查的實施 不像魚缸一樣 你一下子推上去 他會推上去 檢查施行出來的效益 是有少許制衡 這個需要有少許耐性 我公佔自己意識 剛好聽到沒所謂 循勢催促 今期時間就到今天 我是盧小王 我們下期見 Bye Bye